书吃 话说狼玉柱是彭承人 他的父亲曾做过太守 围观清廉 得到俸怒后 不治田产 酷爱买书 积攒了满满一屋子 到了玉柱 尤其吃 家里非常贫困 东西都卖光了 只有父亲的藏书 一本也不忍卖掉 父亲在时 曾抄录劝学篇贴在狼玉柱书桌的右边 玉柱每天都要读上几遍 还照上层白纱 恐怕磨坏了 玉柱读书倒不是为了做官 而是真的相信书中 自有千中素黄金屋 因此昼夜苦读 四季不断 二十多岁了 也不知娶妻 盼望着书中那严如玉的美人 自己会来找他 有时亲戚朋友来到家里 他也不知问寒道暖 略说几句话 便又旁若无人的高声读起书来 客人无味 自己坐一会儿就走了 每次科考 学识总是首先选他参加 但却一直考不中 一天 玉柱又在读书 忽然一阵大风吹来 将书刮跑了 玉柱急忙追赶 一脚踏空 双脚陷进地里 低头一看 见是一个坑 上头盖着层烂草 往下挖了挖 才知原来是古人 叫藏粮食的地窖 里面的粮食已经腐烂成粪土了 虽然粮食没法吃 但玉柱更加相信书中自有千中速的说法确实不错 因此读书也更加用功 又一天 玉柱爬梯子上书架高处找书 在一堆乱书中发现一个持把长的小金车 惊喜万分 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话又应验了 拿出去给人家看了看 原来是镀金的 并不是真金 玉柱沮丧不堪 暗地里埋怨古人欺骗自己 过了不几天 有个跟父亲同榜考中的人 做了本道的观察 此人信佛 有人便劝玉柱将金车献给他做佛刊 观察非常高兴 赐给玉柱三百两银子 两匹马 玉柱大喜 以为书中车马多如醋 书中自有黄金屋都应验了 越发刻苦攻读 玉柱到了三十多岁 有人劝他该娶妻子了 玉柱说 书中自有颜如玉 我还愁没有漂亮的妻子吗 又过了两三年 书里仍没出来个美女找他 大家都嘲讽他 这时 民间谣传天上的织女星 私奔到了人间 有人和玉柱开玩笑 织女私逃 大概是为了你吧 玉柱知道他们是在戏弄自己 也不搭理 一晚 读汉书读到第八卷 刚到一半的时候 见一个用纱剪成的美人 夹在书页中 玉柱大惊道 书中自有颜如玉 难道就是这个吗 心里怅然若失 他再细看看那杀减的美人 眼睛眉毛栩栩如生 脊背上隐隐约约有行小字 织女 玉柱十分惊异 天天把美人放到书上 反复观赏 置于废寝忘食 一天 正在凝视着那杀美人 美人忽然弯弯腰起来了 坐在书上向他微笑 玉柱惊骇万分 盲拜倒在桌下 美人坐起身 已变得有一尺多高 玉柱更加惊疑 连连叩头 美人走下桌子 亭亭玉立 真是艳美无双 玉柱边拜边问 你是什么神仙 美人笑着说 我姓炎 叫如玉 你早就知道我了 承蒙你天天盼着我 我如不来一次 恐怕千年之后 没人再相信古人的话了 玉柱十分高兴 便和他一块睡了 但枕席上虽然亲爱非常 玉柱并不懂男女间那事 此后 玉柱每读书 一定要那女子坐在一边陪着 女子劝他不要再读了 玉柱不听 女子说 你所以不能飞黄腾达 就是因为只会死读书罢了 试看那些科考重磅的人 有几个是像你这样读书的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走了 玉柱只得暂时听他的 刚过一会儿 又忘了 诏读如旧 过了一刹 再找女子 已经不见 玉柱丧魂失破 忙跪下祈祷 还是没有踪影 忽然想起女子隐藏的地方 忙拿过汉书仔细翻简 果然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了她 叫也叫不动 便跪下恳求 女子才下来说 你若再不听 我就永不和你来往了 于是 让玉柱买来棋盘 纸牌 天天和他游戏 但玉柱的心思一点也不在晚上 瞧见女子不在 就偷来书赶紧浏览几页 恐怕他发掘后再走了 暗将他藏身的汉书第八卷 混杂在其他书中 让他迷失归路 一天 玉柱又读入了谜 女子进来 他竟一点也没发掘 忽抬头看见他 急忙和上书 女子已消失了 玉柱大为恐慌 搜遍了藏书 也没找到他 最后 还是从汉书第八卷中找了出来 连叶数都丝毫不错 于是 玉柱再次哀求 发誓绝不再读了 女子才从书上下来 跟他下棋 说 三天内棋还下得不好 我还走 到了第三天 二人下棋时 玉柱竟然赢了两子 女子才高兴起来 又给他一架琴 见五天堂会一支曲子 玉柱手里弹着 眼睛看着 再也顾不上别的 时间一长 静也弹得得心应手 自己不觉也兴奋起来 女子天天跟他喝酒 玩耍 玉柱高兴地忘了读书 女子又让他走出家门 多交朋友 从此狼玉柱风流潇洒 多才多艺的名声就远远传开了 女子说 这下你可以去考试了 一天晚上 玉柱对女子说 凡男女同居到一起 就会生孩子 我和你住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不生呢 女子笑着说 你天天读书 我本来就说没用处 陷阱夫妇这一章 你就还没明白 枕席之上有功夫 玉柱惊奇地问 什么功夫 女子只是笑 也不说话 过了会儿 暗暗地凑上去 交给玉柱 玉柱快乐至极 说 没想到夫妇之间还有这种不可言传的快乐 于是逢人便说 引得人无不言口而笑 女子知道后责备她 她还不解地说 钻墙月月偷东西 才不能告诉人 天伦之乐 人人都有 有什么可忌讳的呢 过了八九个月 女子果然生下个男孩 玉柱便雇了个老妇人抚养着婴儿 一天 女子突然对玉柱说 我跟了你两年 已经生了儿子 我们可以分手了 耽搁时间久了 恐怕会给你招货 那时后悔就晚了 玉柱听说 流着泪拜倒在地上 你就不念我们的孩子吗 女子也十分欺伤 过了很久 说 你一定要我留下来 就把书架上这些书全扔了 玉柱不肯说 这些书是你的故乡 我的生命 怎么说这种话 女子不再勉强 说 我也知道一切都是运输 不得不预先告诉你罢了 先前 玉柱的亲属中 有人发现了女子 无不惊骇万分 但又没听说 她和哪家姑娘结婚 便一起询问她 玉柱不会说假话 只是默默不语 大家更加怀疑 结果这是传遍了各地 也传到了县令石某的耳朵里 石某 是福建人 少年时就考中了近视 听到玉柱家有个美人的消息 动了坏念头 想瞧瞧那女子是什么模样 立即派牙翼去捉拿玉柱和女子 女子听说 逃得无影无踪 使县令大怒 将玉柱逮捕下狱 隔去功名 严刑拷打 定要她交代出女子的去向 玉柱被打得死去活来 还是不说 县令又拷打丫鬟 丫鬟知道的不多 只说了个大概 使县令便认为 那女子是妖怪 骑着马亲自赶到玉柱家捉拿 建满屋子都是书 多得无法搜查 县令便命放火烧书 浓烟滚滚 凝聚在院子上方 像乌云一样 久久不散 玉柱被释放后 到远万去求了一个父亲的门人帮忙 才得以恢复了功名 这年考中了举人 第二年又中了进士 玉柱对使县令恨入骨髓 立起了严如玉的牌位 天天祷告说 你如有灵 就保佑我到福建做官 后来他居然被朝廷任命为巡案 到福建视察 过了三个月 访查到使县令在老家的劣迹 便超了他全家 当时 玉柱有个表兄弟是法官 逼着他娶了个妾 假说是买的婢女 寄居在玉柱的官崖里 这件案子一了结 玉柱于当天就辞职 带着爱妾返回了老家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